好 那麼520快到了 新的內閣是怎麼組成 傳出來說賴清德清明後 就現在了 要曝首波的內閣成員 理論上曝應該是先曝院長才對 先曝其他的閣院很奇怪 到底 到現在孩子不知道 6號賴清德出席 鄭南榮四十三十五週年特展 目前覺得可能的是卓榮泰 有人說卓榮泰配林佳龍 朱晶英也被人拿出來講 沈隆清元的經濟部部長 行政院副委員長也被人拿出來講 他說卓榮泰的呼聲還滿高的 卓榮泰配林佳龍 另外黨裡面分析 其實真正安全牌 而且跟他能夠搭配的是誰 是鄭力軍 鄭力軍其實跟他 其實如果不是美國壓力 副總統不會選小美琴 我以為副總統會選鄭力軍 另外國防部長也傳出軍總護卡 以前參謀部長是造輪的 陸軍輪 空軍輪 海軍造輪 國防部長不一定 國防部長有時候文人等等不一定 海軍就認為說不應該是陸軍 尤其現在要潛艦 要造 將來打仗 這個空權 制空權 制海權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又說要打什麼城鎮戰 打到最後一兵一組 空軍打最後一兵一組 海軍打最後一兵一組 當然是陸軍也打最後一兵一組 到時候萬一不是陸軍當國防部長 要打城鎮 你們去打吧 怎麼打 晚會怎麼看 我覺得因為下個月就 賴準總統就要上任了 我想大家對於兩岸的這個 和平穩定還是非常的關注的 就像剛剛趙大哥講 其實當然是應該院長要先被定案之後 才開始找他的一個部長 但是這段時間 大家當然也是非常關注 到底誰會是國防部長 是不是真的可以 達到我們兩岸穩定的 這樣的一個前提 卓榮泰因為在賴清德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卓榮泰就是秘書長 所以這個關係上面 當然是非常的緊密 但是從 我不能說我自己是打賴小組 但是從我過去在做的 相關的揭閉的內容來看 因為賴清德 他的決策圈圈確實也不是很大 因為要讓他信任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即便像陳宗彥這種過去的老陳 非常受到他的信任 但是一旦你有出一個什麼事情 他也是把你劃在非常的外面 所以他的性格上面 我覺得一定要得到他非常大的一個信任 比較好合作 他才會把他任用為這個院長 所以卓榮泰我覺得當然是非常有可能 但是在這個林佳龍的部分 我看他最近好像也不太有出現什麼新聞 或許就是因為賴清德的個性比較小心 他也還在想 就是林佳龍 我是說林佳龍還有在想 所以最近盡量不要讓自己有出新聞這樣子 保留一點可能性 我認為鄭文燦是沒有的 因為鄭文燦事情真的非常多 過去被揭露出來也不少 但是我想他一直可以待到現在 還坐在副院長的位置上 已經是賴清德對他非常的寬容 所以我覺得這個院長的部分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總統 他是滿有可能的 林佳龍大家還在想 但是想要爭取 但是我覺得不管是誰 最重要的是在他上任之後 可以跟賴清德準總統 可以來做一個很好的搭配 因為接下來我們再也 不管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其實都有非常多 委員們都有非常多 想要幫民眾來問的部分 包含這個電價的部分 我想這件事情不能 就淡淡的就放下了 現在是確定漲了 但是他的整個 在這個春節之前 我們大家才在討論的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電的相關的一個結構 還有他的能源政策 這我覺得還是要能夠招架得住 委員們的相關的一個詢問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選還是要能夠 但是如果卓榮太來 來到立法院 回答問題還是軟軟的 我想這個後面能不能坐穩 就是另外一回事 上次陳水扁第一次當選 立法院國民黨多數 對不對 所以陳水扁至少 行政院長還會用一個唐飛 還會講說要滾到旁邊 意思我不能都給你 但是我行政院長用你的 雖然沒有黨對黨談判 這次好像根本沒有管國民黨 沒有聽說有沒有去辦會一下國民黨 聽聽國民黨意見 就傳說私下跟民進黨搞不好 要去挖幾個人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最近也沒這個消息了 之前還有這個消息 也沒有黨對黨談 也沒有黨對黨談 好像民進黨就自己決定了 立法院你不過半 但是你這些人過來了 你禮貌上至少從政黨政治角度 禮貌上要尊重一下 等等 好像都沒有 永平 很怪嗎 就不管你的就是 我覺得民進黨 因為在蔡英文八年 已經養成了很多壞習慣 所以當他現在突然變成一個少數總統的時候 我覺得他還調適不過來 尤其是這個跟大家都一直描述的 賴清德的個性 用人小圈圈很固執 你看那個晚會是民眾黨的 可是他對於賴清德的決策模式 跟國民黨藍營的看法幾乎沒有二制 所以這就表示說賴清德的決策模式 非常小圈圈喜歡用他自己身邊的人 等等等等的這個 是一個大家在政壇裡面普遍的共識 那我這裡必須做一個很良心的建議 我認為賴清德如果他真的清明節後 就要公佈部分內閣人選 可是那個內閣人選是很少數人 然後他公佈的過程是像擠牙膏這樣子 然後慢慢公佈到520 我覺得對他少數總統非常的不利 我今天講這個事情 我不是站在這個反對黨的立場 我是真的很大局的講 因為我覺得他40% 而且現在台海情勢如此 國際又聚焦在這裡 然後美國又很關心賴清德 你520講什麼話的此刻 你的內閣成員最好是你完全準備好了 特別是國安團隊是誰 各方面的是誰 然後一次翻牌出來 你因為你擠牙膏式的切割出來 你的這些人就會被單獨挑出來 沒有沒缺點的人 沒有啦 政治是什麼 政治是一個放大的那種 不僅是放大鏡 它是一個凹凸鏡 扭曲 任何不錯的人放在那裡頭 你都發現說 我變得不認識自己了 都奇形怪狀 都被扭曲 所以他如果說擠牙膏式的 我這邊先放三個人 我再放兩個人 我再放什麼 那幾個人就非常悲慘 而且非常有可能 你搞到最後爭議很大 不知道什麼 他有沒有女朋友 有沒有論文 有沒有什麼 突然又通通跑出來 你就變成 一下子那個人又得換掉 所以我是真的良心的建議 第二個 我真的非常的良心的建議是 我不敢相信 國防部長的討論到今天 顧力雄仍然在討論上 仍然在板子上 我覺得文人部長 多麼不適合此刻的台灣 這還需要大家長篇累讀的來講嗎 兵兇戰危的時候 你搞一個在軍中沒有經歷 沒有帶兵經驗 沒有軍中倫理 不知道誰是跟誰有派系 不知道誰跟誰好 誰跟誰壞 誰會騙你的人 然後全部叫不動的情況下 你這樣子讓台灣的民眾生活在 怎麼樣的一個壓力底下 你可以說邱國正的事件 可能有軍種之戰 我也認同 但是你不管怎麼樣 大家覺得說好吧 以前就有一個說法 你陸軍完了就換海軍 海軍完了就換空軍 大家輪流 這也是一個說法 現在大家比較討論海軍的原因 是因為海軍正在造艦 這個事情也有他一定的合理性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我希望不是真的 國民黨的不分區的陳永康 因為在立法院做了一個 令行政院長都覺得很專業的質詢之後 竟然聽說陳永康也被接觸 當然陳永康本人有否認 但不管如何就是說 第一個國民黨的人 不是說不能夠為國舉財 但是你必須進行黨對黨的接觸 你不要去個別的挖人 你如果要進行黨對黨的 你國民黨應該去接觸 民眾黨也應該去接觸 我覺得就算賴清德心有所屬 喜歡小圈圈 你好歹跟國民黨跟民眾黨 禮貌行禮如宜走一個過場都好 這樣子起碼大家對於520後的情勢 也許60%沒有投票給賴清德的人 會稍微有安心一點 沒回見 對 我覺得就是說 這一次賴清德 因為他是所謂的少數總統 他只有40%的一個名義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 所有檯面上這些人 說真的都是冷放熱潮 對我們來說都了無心意 如何 剛剛趙大哥有提到 陳水扁少數總統39% 他用了唐飛當格魁 然後馬英九上任 也用了劉兆璇 是學者的一個內閣 蔡英文也用了林權當格魁 但是你現在賴清德配來配去 說真的我們可能以為 學者會有一些亮點 但是看起來還是從 他們自己派系裡面的 一個平衡為主 這樣的一個總統 就會變得很危險 就像剛剛永平委員提到 就是說你現在在整個兩岸局勢 這麼緊張的一個狀態之下 整個國內你又是少數 在立法院你又不是多數 你如何讓整個台灣的 國家的政策 運作可以更加的順暢 是你應該首先要考慮的 但是你感覺現在所有討論的人 都完全沒有任何的亮點 都是所謂的冷飯熱潮 當然民眾會安心嗎 不會 這樣如果民眾不安心 當然這樣的局勢 會繼續的一個動盪 或是說大家會覺得非常的不安 這時候你未來520上任之後 你會面臨到這樣的一個 國際的局勢兩岸局更加嚴峻 那應該如何來面對 我想這好像我們還是希望說 隔魁的一個 不管是隔魁或他的隔員的 一個新亮點 應該要在這個時候 把它體現出來 不管你用了NGO 不管你用了其他黨派的一個人選 你應該 剛剛提到 大家應該黨對黨之間的一個合作 不管是選前賴清德 蕭美 都有講過說 希望可以聽到 不支持他們的一個聲音 但是目前看起來 目前是沒有這樣子做的 所以我們還是奉勸賴清德 應該要聽聽另外60%的聲音 把國家的這個大政方針的方向 抓準才是對的